大家好 我是小马李子军 好 出第二题了嘛 来 放马过来 我的题目是 你知道吗 除了基督教以外 还有什么宗教信仰也有圣经呢 这个我就一定答对了 鬼教徒 没有音效啊 鬼教徒 因为你知道 就我所理解的 包括我去过以色列圣地 他是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都在那个地方 回教也有他们的圣经 他们也是要阅读他们的圣经 但是都是信同一个上帝 只是呢 好像里面的内容呢 分歧不一样 支派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答案是这样 除了基督教以外 天主教 东正教也有圣经 其中呢 延伸的内容不太一样 但三者都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是救世主 阿们 犹太教的圣经呢 与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内容大致相同 只是在书卷上的编排有所不同 且并没有新约圣经 甚至连伊斯兰教的可兰经 伊斯兰教我刚刚提的回教题 他们的可兰经呢 也有多处和基督教圣经内容相同的记载 我们大家不管是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伊斯兰教 都相信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 那为什么人要这样去分 要这么多的竞争 这么多的仇视 可能有我们解释不出来的原因 因为这个世代以来延续下来就这样 因为人真的不是神 人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那在这个信仰当中 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出 真的上帝在我们 创造我们的样式 去追求那份真的爱 追求那份包容别人 然后爱人如己的那个真实的信仰 我觉得每一个不管是宗教或什么 都会可以感受到那份良善 跟神的样式 神爱世人 OK 我们也爱各个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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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